8月29日,在第十九届中国长春电影节《论据求本》主题研讨会上,众多知名电影人为华语电影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。 期间,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编剧汪海林接受记者采访时,以近期爆火的中国国产游戏《黑神话悟空》为例表示, 从中国文化出发,用中国的表达方式完全可以讲好中国故事。 首先是从中国文化出发,然后有中国立场,中国表达,这一点很重要。 那么有一段时间我们说要融入世界,实际上就是在用别人的标准,按别人的眼光去拍中国的故事。 所以中国故事还是要中国人自己来讲,把它讲好。 单机游戏《黑神话悟空》畅销海内外,除了具备技术质量高超的因素,更源于其中华文化的内核。 作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,近些年,《西游记》被陆续改编成电影、电视剧、动画片、游戏等,很多作品叫好又叫作。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荣媒体中心主任黄斐一川表示, 明著蕴含的思想具有深刻性,体现了人物命运与时代背景的关系。 进行明著改编时,一定要有当代意识。 进行明著改编的时候,我们第一,我想,我个人觉得首先要有一种当代意识, 就是我们一定是在当代的这样一个意识下,站在当代我们来去重新发现, 那么这种名著,它背后所呈现出来的那样一种思想的,那样一种深刻性, 那样一种人物命运的,与时代背景的这种关系。 我想这样一种东西,到了今天它仍然是有意义的。